這個時候我知道 這是神給我最大的安慰和鼓勵 該被和你演出的我掩飾而不見 在第一個最愛你的人進行表演 什麼時候我們開始收集了底線 順應時代的改變 看那些拙劣的表演 誰卡喔 松一鳴私度鞠躬 侄子未提小甜甜 陳薇菱放送酷酷表情包 其實今天是我跟薇菱結婚 20週年的週年紀念日 我卻給她 是要一起來面對這樣子的傷害 薇菱對不起 恭喜老爺和喜夫人 小編先祝你們結婚20週年快樂啦 而沒帶老婆慶祝 宋一鳴道士宣在這天開了記者會 為一起發光連日來的爭議 出面唸了20分鐘舍名高 這段時間 所有在媒體裡出現的 對我和我太太 一起發光 所有不實的指控 幾乎讓我們已經 站立不住 順利了底線 順利時代的改變 看那些拙熱的表面 請選出以下 含有眼淚的圖片 誰看喔 正三十年來 我們彼此相愛 一起經歷婚姻中的高山低谷 絕非有心人事 所陳述的那樣 甚至於指稱 我們把家暴當情趣 一起發光的財務金流 一向交給專業會計人士處理 清清楚楚 我們都完全不知心 沒有拿過一毛錢 為了讓弟兄姊妹 有地方聚會敬拜祷告 我們將自己的房子 是完全無償的提供教會聚會使用 擴堂的新堂是租的 絕非外界謠傳 由教友奉獻購買 據說該豪宅價格落在兩千 到八千萬 從未公開過的 集密合約上寫著 租金加管理費 每月大概七萬多元 以七世紀評來說 算是合理啦 我要特別說明 十一奉獻 這是聖經千年的教導 不是我個人獨創的洗腦說法 所以我們說十一奉獻 是基督徒應盡的義務 各教會都是如此 我們絕對不可能強迫 任何弟兄姊妹 來做分歧奉獻 沒有感動 而不奉獻 完全沒有關係 至於在奉獻帶上 寫上名字 是為了讓大家 不被看見金額的多寡 各憑心意奉獻 並且可以一筆一筆 清楚的記錄 好在之後 開力個人奉獻收據 結底年度稅金 2021 太魯閣事件內監 我們從計畫搭火車 改為搭遊覽車 沒想到太魯閣火車翻車事件 卻在4月2號發生了 當時我立刻要求車上全員 為事件和罹難家屬禱告 所以絕不可能有謠傳我請大家做假見證 才能使我和其他的牧長 平起平坐 這些指控完全虛假不實 我真的非常的痛心 特別來到我們家裡 為你們夫妻禱告的所有的牧長們 當你們說這不只是意氣發光的事 而是整個國度的事 這個時候我知道 這是神給我最大的安慰和鼓勵 來自個跟大家 致上12萬分的歉意 對不起 松一鳴夫妻在記者會上 四度為一起發光引起的紛爭 鞠躬道歉 But只自未提小婷田 對此小婷田經濟公司表示 被直指私生活有狀況 對甜甜來說是一個嚴厲的指控 至今還沒有得到一個道歉 看完記者會後我們深感遺憾 你們都覺得這些很委屈嗎 非常謝謝今天 我們一起朋友來到現場 那我們待會兒會有聲明稿給大家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辦法接受 謝謝大家